穿上少数民族服装的他们真的好美啊 在新青史女儿是妈妈节目里 节目组安排妈妈和女儿体验了黎竹服饰 再一看他们穿上黎竹的衣服感觉像餐厅的服务员 但把黎竹的仪式戴在头上 他们立马变得耀眼了 赵小棠将头发挽了一个发包 左侧带了简单的仪式 头顶斗立出场真的是惊艳到我了 赵小棠说好怕这里的哥哥会爱上他 哎天呐我怕这里的阿哥爱上我 确实很美啊 王罗当黑白相间的黎竹衣服 搭配超级大的银耳饰 非常的大气 曹信然一身露尖黎竹服饰 搭配整个胳膊长的手脸 整个人特别的优雅 这衣服真的好适合他哦 感觉他下部剧可以挑战这样的角色 欧阳娜娜一身黑色的黎竹衣服 头上搭配简单的仪式 刘海水一散下来却很亮眼 妈妈们的黎竹装扮 同样也超级的好看 每个人穿上黎竹衣服都有不同的美 别看黎竹衣服不华丽 但每件衣服自作工艺复杂 多采用织刺绣等传统工艺自作而成 一件衣服可能两年才能完成 可惜这项自衣工艺也慢慢的在试传 真的好可惜啊 希望这一次节目中的宣传 能让更多人看到黎竹衣服的魅力